在魏国都城大梁的十字街头 老百姓经常能看见一个疯子 这个疯子跟别的不一样 别人都是疯疯癫癫的跑 他是傻傻乎乎的地上爬 不知疲倦的向前爬着 知根底的人知道 这可是咱们魏国的大王请来的上卿 当时官拜克卿之职的孙殡孙先生 那么现在怎么疯了 怎么连站着走路都不会了 你们不知道 膝盖骨被挖下去了 好些老百姓都很同情这位孙殡 孙殡怎么受到这样一种酷刑啊 为什么疯了呀 好些上年岁的人一提起来都落泪了 就在魏国都城大梁石的街头 这位疯子孙殡经常在这一带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离这个大将军庞涓府很近 老人们知道 孙殡的受残 发疯 跟这位大将军庞涓有着直接的关联 怎么回事啊 我们前文书交代过 战国七雄之中 头一个进行改革 取得成绩的就是中原魏国 魏国魏文侯启用李窥变法 到魏惠王的时候 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很牢靠了 偏偏这个时候 庞涓到魏国 官拜将军之职 那就掌了兵权了 庞涓善于作战打仗 教训了秦国 打服了宋国 也给了赵国颜色 也让韩国节节百退 那简直要成为中原霸主了 庞涓十分的骄傲 而庞涓跟谁学的这么大的本领啊 他跟鬼谷子 那么孙殡呢 恰恰跟他是一师之徒 庞涓当年曾经表示过 自己要是有了成绩 一定要把自己的师兄 接到身边来 各两个一块干一番大事业 这不自己成名了吧 孙殡还真来了 结果他不一接触啊 庞涓发现 孙殡这后几年在山上 没少了学东西 能得比自己大多了 出于嫉妒 他就在魏惠王面前 诬告孙殡谋反 这是大忌讳啊 那魏惠王再需要人才 他也不需要间谍呀 合着这孙殡是内奸 你看 庞涓就是咱们魏国自己的百姓 他相信庞涓 孙殡本身是齐国人 那么齐国人在我魏国 要是当了高官 作为齐国的内应 那我怎么办呢 魏惠王想把他杀了 庞涓说别杀他呀 留他一条命 杀了他 天下都以为大王不爱贤才呢 既然咱把他招来 咱就让他在这待着吧 其实庞涓有自己的小主意 他打算让孙殡 把自己在山上 没学到的东西都交给他 然后再要他命 就这么 这家伙来了一个最缺德的 一种酷刑 把孙殡的科西盖骨 给扣下来 孙殡之殡 这名字怎么来呀 就跟这殡刑 有着关系 好可怜的孙殡 这孙殡一直蒙在骨中啊 一直还在认认真真 给这师弟写兵书呢 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上 孙殡祖上是谁呀 就是那赫赫有名的 君神 兵圣人 孙武子啊 他是孙武子的后代 祖上一世英明 都被自己给辱没了 孙殡 在痛苦的自责中 打算住书立说 帮助庞涓 终于有一天 这消息露出来了 孙殡知道了 是庞涓所为 打这儿起 他就开始装疯卖傻 把所有的兵书战策 写得的书简都给烧了 庞涓 就这样也不是完全相信 那就让他在大街上溜达吧 天天派人看着 只要他不死 我就不能让他活着 回到齐国 文静克把他在这儿废了 但是庞涓也不杀孙殡 他老心中揣着一种希望 万一他是假疯呢 派人跟踪了一段时间 见怪不怪了 那就由孙殡在大街上爬吧 孙殡被迫无奈 假装疯魔 就成了魏国繁华都城中 一道独特的风景 小孩往他身上扔石头 打着骂他 他是笑容相待 大人走到跟前 冲他落眼泪 说几句同情的话 他是怒目而失 这跟正常人的情感表达 是格格不入 但也恰恰是这种智慧 为孙殡换来了相对的安全 他能保住这条命 孙殡心想 只要有机会 我逃出魏国 我就要报这 受辱之仇 魏国 这么对待齐国的贤才 那位齐威王 能不知道吗 有人就跟齐威王说了 您能拜邹记为相 能用淳于坤为大夫 您怎么就不用孙殡呢 齐威王一听 孙殡我不知道啊 他可是旷是奇才 是做不得不的一回事 现在身陷淋雨 就在魏国那遭罪呢 齐威王一听 那赶快要来吧 怎么样啊 愣要人家肯定不给干脆 假装出使 把这人偷来吧 谁去啊 淳于坤吧 淳于坤是蛇变之士 学富武车才高八斗 你看 纪夏学工的一位发言人们 那是纪夏先生 带着土特产 到了魏国 齐国那是东方大国 魏国在中原腹地 他很想跟齐国交好 假装在魏国这玩几天 偷偷派人在大街上 把这孙殡 这假疯子 就要给装起来了 装到车里 连忙告辞 回到齐国 魏国就后悔了 旁娟发现孙殡没了 这才知道 果然孙殡是装疯 孙殡呢 终于回到故国 受到齐威王 非同一般的礼遇啊 香汤沐浴 换换衣服 隆隆发际 修理修理胡须 孙殡虽然饱受摧残 但是这两只眼睛 还是灼灼反光 他知道大仇未报 自己不能就此修陈啊 轻瘦之中 带出一种刚衣 早就命人 把那车给准备好了 孙先生坐着车 来见齐威王 君臣一番交谈 齐威王万分感动啊 那你看你当个什么官职吧 孙殡说我不为求官 我只为大王 能够让咱们齐国 称雄于诸侯 另外 我想让旁娟 死在我的手中 于公于私 我就这两个目的 那好吧 只要能让齐国强盛 孙先生的仇 本王 一定替你报道 好 达成协议了 孙殡 告诉齐威王 您如果想真让我为齐国效力 我有一个要求 孙先生请说 您可不能封我官职 为什么 您要封我为官职 旁娟知道我在齐国 他就会严加提防 如果您不封我官职 他会怀疑我到底回没回到齐国 在这犹豫不定之中 我更能够只旁捐于死地 哦 好啊 这一下打动齐威王了 他很感动孙殡这种才华 跟这种傲视名利的态度 那不是一回来先得高官后路 我用不着 那你就先跟着大将军田记得了 孙殡就到了田记的府中 大将军田记 尊孙殡 为军师啊 当时在齐国 有一种游戏 叫塞马 其实是一种赌博 提倡军事 那当时战马 是打仗的重要工具 所以用塞马来赌博 未然成风 这天 孙殡 在这大将军府里边坐着 就听门外边 两个门童在那议论 嘿 你说咱们大将军 输得怎么这么惨啊 啊 全都赔了 听说这一天 三千斤金子就进去了 孙殡把这二位找来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呦 孙先生您不知道 这是我们大将军 不跟这大王赛马吗 怎么一个赛法啊 各自挑三匹马 按这马的质量 分为三等 一二三 一等对一等 三等对三等 赢多了就赢 输多了就赔钱呗 啊 大王这马 比咱们大将军的马要好 那当然 人家是大王 那好马不先得让大王挑吗 要这么说 你们俩以为 咱们田记将军就永远赢不了大王了 嗯 我们觉得差不离 哼 孙殡丫了头 你们把田将军请来 我能让他赢了 您有好马 哪有什么好马 还是这三匹马 我一定让他取胜 是啊 两人林邦把田记给找来了 田记垂头丧气的 怎么军师 有何建教啊 什么建教啊 福尔过来 你这么这么这么办 这不就赢了吧 啊 田记一听 顿开茅塞呀 转发天又约齐威王赛马了 齐威王一看 怎么 天大将军 昨儿输那三千斤金子 你把那茬忘了 今儿打算输给本王几千斤金子呀 田记 微微一笑 大王 您应该多准备些金子 估计今天 臣下 稳操胜券的 今儿得我赢了 啊 我不信 还是坐那三匹马 我准能赢您 嘿 我就不信这一夜之间 你能给你那三匹马 喂了什么宝贝草料吗 来了吧 就这么 又一次比赛开始 头一次 放出的是一灯马 你再看 齐威王那马 那可浑事啊 好 我们一扬起脖 稀溜溜 宣着一声 长鸣 四提纷飞 就跟离弦的剑一样 哇 与其说是跑出去的 不是说是被那弓给射出去的 再看田记这马 好吗 不紧不慢的 散着步就出来了 给七威王乐的 那酒喝一半打鼻子里就蹦出来了 好点 这是什么马呀 这还敢比 我这田的将军 你把那钱赶快准备准备 点点数一会儿 寡人就得把它收归国有啊 田记摇了摇头 大王拭目以待 何必急躁啊 还两轮呢 两轮也不行 到第二轮比赛 两匹二等马出来了 嘿 一开始这两匹马是不相上下 七威王的二等马 跑得飞快 田记的二等马 有些吃力 但是 跑到这赛程快结束的时候 就见田记的这匹二等马 奋提长夫 这身子 哗一下 好像长出来一块 这马脑袋往下轻轻 这么一扶 门踪都立起来了 被风吹的 这个刀裁的一样 整整齐齐 向身后 一瞬边倒过来 就跟这一瞬间 提了素一样 哗 冲到前面来 以两箭之地 取胜了 两箭之地 那不算太优越 但是毕竟也比 齐威王那二等马 快出来了 不是吗 这回轮到田记端被子了 哈哈 大王 来 敬您一位 齐威王 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 赢惯了吗 好在第三轮还没比呢 估计第三回寡人必胜啊 田记心想估计你说了算吗 陈以为今天一定是我取胜 大王 您那六千斤金子准备好了吗 齐威王感情要双倍的压住 准备好了 开始吧 敢等他这第三灯马一放出来 田记这回可放心了 怎么遥遥领先呢 齐威王那三灯马 根本他一开始 就跟不上人田记这三灯马 一开始 那胜负就很明朗了 这几圈下来 三灯马取胜 三举两胜 田记赢了 大王 钱呢 嘿 齐威王这别扭 这么些年没输过 最好的马都在我这 那我挑完的 溜完试完了 最好的我留下 怎么今儿我就比不了田记这战马 而且昨儿就这几匹马败给我了呀 纳闷 当国军说话得算数啊 钱是如数给 回来得问问 将军 你这马 昨天败给寡人 今天 怎么反败为生 难道你换了马匹了吗 田记一听摇摇头 大王 我要是换了马匹 我怎么敢 到这来炫耀 那不等于欺君之罪吗 我只是把他们的顺序 调整了一下 让昨天的三灯马 作为今天的一灯马 依次累推 那么我的二灯马 实际是昨天的一灯马 跟大王您的二灯马比 当然他能获胜了 那么我今天的三灯马 是昨天的二灯马 比起大王您的三灯马 也自然遥遥领先呢 嘿 七位王一听 这主意谁给你出的 客庆 孙斌 啊 孙斌都没看赛马 他就有这把握 连忙把孙斌找来 七位王 更加重视孙斌 小小的一个赌博游戏 就看出了孙斌的智商跟才华 就在君臣 正在商讨如何振兴齐国的时候 赵国派来使者 那位不可一世的 魏国大将军庞涓 率兵攻打赵国了 赵国现在难以抵挡 兵强马撞的魏国人马 他就向齐国求救 你得帮忙 齐国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 坚决抵抗 派人马 去在半路上拦截 魏国旁圈的队伍 去解赵国之为 还有一种提法 认为不应该管 你现在帮着赵国 将来赵国对咱怎么样 这都两说呢 你得罪魏国干嘛 现在他如日中天 不如比其锋芒 齐威王也拿不定主意 最后问这孙斌 孙先生有何高论呢 孙斌一听 臣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不知对错 大王见谅 你就说吧 我看 这事得管 但是不能直接跟旁圈开兵建杖 大王一听 那没懂 这管又不打 你怎么管法 不如唯卫而救赵 哎呦 所有人都把打不指竖起来呢 这就叫智慧 用我们现在话翻译 四个字 必时积虚啊 这完全符合孙斌的祖上 那位孙武子的军事要求 叫必其锐气 积其堕归啊 打仗的时候 对手士气高扬的时候 你不用硬碰硬 你自可以躲一躲 赶等他累了往回撤的时候 半路皆知 闻操胜圈 那么今天孙斌的意思也是这样 你与其到赵国 那要走很远的路 咱们是劳施远征 庞娟那士气高涨 眼看要把赵国攻破了 硬碰硬 咱们要损伤大 反过来 庞娟带精锐离开了魏国 魏国是城中空虚 就奔他的都城大梁就行 为了魏国 他敢不要他的老巢吗 自然会掉头回来 不过 不要让我的名字 被庞娟知道 我就在军中 暗自随行 驻田济将军 一臂之力 好 西威王这高兴啊 马上 命田济为将 孙斌 做一个内部军事 重要的参谋人员 殿旗人马 直扑魏国 果然奏效 魏国的都城大梁 都已经变成空城了 四周的警戒部队 都被那边战争狂人 庞娟带到赵国去了 把魏惠王急得 手足无措呀 这可怎么办呢 但是 人家齐国并没有打算 把魏国给灭了 是为而不公 诚心让这消息 传回去 都城被围的这个消息 传到了庞娟耳中 可把庞娟下毛了 正吃着吃着饭呢 把碗子给扔地上了啊 你想 打仗最忌讳 后顾有忧啊 赵国眼看要攻破了 可是最近 也不怎么着了 赵国打得更顽强了 感情是齐国在帮忙啊 满意为齐国快到城下 跟自己决一死战 没想到人家 齐国人马更狡猾 回后方了 咱也走吧 庞娟一声令下 带队急急忙忙返回魏国 这打仗就怕慌乱 你急急刻刻地往回走 孙殡早就在半道 设下埋伏了 一路伏击 打得旁军是蒙登转向 找不着南北了 大败了 魏国的锐气 打这儿起 好容易建立起来的 富强的魏国 就算走向衰败了 唯唯就赵 是魏国走向衰败的 分水岭 这一仗之后的十一年 孙殡又一次跟庞娟开兵建战 庞娟 还像当年那么张狂吗 啊 他们以为孙殡已经死了 十了年了 齐国也没有任何消息 没听说孙殡 有什么重要的外交活动 那不露面 那大概这人早死了 你想也是 庞娟一琢磨 他腿是残疾 行动不便 行动不便 他就不能锻炼 二一个当时在我的丞相府时候 我曾经把他跟猪放在一块 在猪圈里扔了好年 四哥在外边爬着 有人打着小孩扔石头 他捡点东西就吃 估计那体格好不了 前者并败 是有孙殡帮忙 现在孙殡已死 我何足俱灾 气势汹汹 庞娟就摩拳霍霍 向外扩张了 这一次孙殡仍然没有公开对外 没有军职 跟着齐国的人马 要偷偷出来了 祝福齐国领兵带队的将领田击 打一仗您就败 咱们往后撤 好嘛 一接触齐军是溃不成军啊 庞娟这乐呀 啊 我再打打赵国 你还敢为位吗 你还敢来吗 我这回就一下把你齐国灭了得了 是一路紧追 追到了 马陵道 马陵道是哪儿 就是现在河南 泛县西南 这是两山夹一沟的险峻地段 在这里 孙殡早就准备好了 他命人把那大树都给罚了 叫他们横七竖八的 就在那道路中间给阻隔上 你要想打这过马队 不行 只有下来不行 减缓了庞娟队伍通过的速度 山两边那坡谷之内都有埋伏 当中间有一棵大树 把那树皮给结下来 写了几个字 庞娟死此树下 然后等夜深人静之时 等着庞娟到来 队谷一到这儿 走不动了 两山崖这万箭齐发 火光通明 庞娟身陷重重包围之中 是自杀而亡 孙庞窦之 既显了庞娟这种人 人性的卑劣 也张扬了 像孙殡这样的人 智慧的光芒